瑞芳新丰里的里长黄莲秀英在这次里长选举中总检落马 一些里内的婆婆妈妈不舍黄莲秀英落选 因此在上周六是自发性的号召里内的民众上街清理环境 大约有100多位的里民共同响应 也是为了给黄莲秀英鼓励和安慰 也让里长相当感动 选举落幕瑞芳区新丰里里长黄莲秀英选前一路被看好 没想到最后却中检落马 连她自己都感到相当意外 不少支持者也纷纷替她抱不平 不过虽然落选 但离25日新上任还有10天的时间 她也坚持继续服务到最后 我们这些好处朋友这些婆婆妈妈 大家都很不舍啦 还有他们就听到一些谣言啦 所以我没找我给她妈 然后她们就自动自发 跟她说里长有要办一个社区 我们没找我们来扫穿去行人 不然好 所以那天拜六 13号那天说要扫路 完全是在婆婆妈妈自动自发 这一次的活动 能够让我们的邻里之间的互动更和谐 那选举是一时 那邻里的互动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才会发起这一次的那个环境大扫除 那经过这一次的环境大扫除 更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这是一场很有意义 很快乐 扫地了 也扫了我们的心地 一些里内的婆婆妈妈 不舍黄年秀英落选 因此在上周六自发性的 号召里内的民众上街清理环境之后共餐 约有一百多位里民共同响应 也是为了给黄年秀英鼓励和安慰 也让里长市相当的感动 所以经过这一次的活动 那我们邻里间的友情更加和谐 那也希望说这次的选举的一些风风雨雨 经过这一次的活动以后 能够一扫而尽 大家 整理这些环境 打扫干净 交给新的里长 我们这边团队大家都很合作 对我们的里长都 他照顾我们 我们这一里 我们都对他 就是照顾我们都照顾得很好 他很热心 很遗憾 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很怕变 结果他没了 我们大家都心里很难过 我也是很感谢我们新的里面 八年我来把我的爱好 但是初后的工作 我同样的工作就在做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新的 没有一个社区 我也是利用这个机会 就是这些婆婆妈妈说 里长我们这些没有新的社区 我曾经改善 我曾经改善 我们是在这边的 那么我现在当你申请就是说 要把新方和这边拨开 这会可能是我拿去 如果如果是有人 有这个议官要做理事长 我也会帮他们 如果没有人要选上 这个新的社区理事长 我就管理过来为大家服务 当了两届八年的里长 黄莲秀英即将在25日 卸下里长职务 不过他也强调 未来不排除转往社区发展协会 继续为民服务 解成为瑞芳采访报道